提到拉丁美洲 大家会想到小说《百年孤独》 但你知道吗 这部小说背后 竟然隐藏着美国从政治 军事到经济 文化 不断入侵拉美的故事 为何美国会把拉美 看成是自家后院 它怎样攫取 摩西哥2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面对拉美地区人民的反抗 美国采取了哪些手段 杀害了多少拉美历史上的 传奇人物 这样显为人知的历史 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借鉴和启示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魏然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课的题目 叫做 美国怎样切开拉美血管 在大家拿起笔记笔记笔之前呢 我想让大家回忆一部 关于拉丁美洲的小说 大家肯定都看过 这样一部小说的名字叫 《百年孤独》 打开之后呢 发现不是很好读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人的名字太像了 翻来覆去呢 老是那几个名字 很容易计混 这个小说呢 讲的是拉丁美洲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它讲的是具体哪个国家 它具体讲说的是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 那哥伦比亚 大家就会想知道 美国有个哥伦比亚大学 对不对 哥伦比亚这个名字 就是来自哥伦布的名字 哥伦布到了美洲之后 发现了很多地方 在历史上 美洲的解放者波利瓦尔 曾经想建一个很大的国家 把南美洲 中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他就把这个国家 叫做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后来这个国家 分崩离析了 留下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 而我们今天开始 讲授的这个小说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就是哥伦比亚的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最有名的那个小说家 这部小说 《百年孤独》当中呢 有这么一章 第十五章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回忆起来 这个故事大概是讲的 这个地区有外来者 其实主要是美国人 他们把这些人呢 叫做格林狗 后面我来解释 为什么会叫格林狗 那这些格林狗 翻成美国佬了 这些美国佬 建了一个公司 叫做香蕉公司 因为这个地方 地处于加勒比地区 中美洲地区 非常适合种植香蕉 所以建了一个很大的香蕉公司 香蕉公司跟工人之间有争议 于是工会呢 就组织大家举行罢工 罢工没有谈成 于是在十五章的一个情节里面 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聚聚在广场上 一般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呢 都是教堂 市政厅 围起来一个小城的 小镇的活动中心 这样的一个广场 不是很大的空间 可以说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他们发现被军队包围了 而后这个香蕉公司的 雇佣的军队向工人开枪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叫阿卡迪奥第二 他幸存下来了 他其实是被围 死难者运到了火车上 后来呢 索性在抛到大海之前 他从火车上醒过来了 于是他就趴在这个铁道旁边 数火车运走的 这个死难者的人数 他估计有三千人 后来呢 这个人物直到 他临死的时候呢 还提醒他的家人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个小镇上 香蕉公司杀了三千人 三千人被扔到海里去了 加夏尔马克思写的是一部小说 那这件事情真是发生过没有呢 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本身 这个小镇的很多历史 都是不全面的 很多东西 它离首都太远 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香蕉公司当时 我已经暗示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原型呢 就是美国人 今天在哥伦比亚 和中美洲地区 开始了一个大公司 叫做联合国品公司 它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 它在1871年 慢慢组建成功 垄断了 首先是中美洲地区的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就跟你的生产 密切相关 于是呢 它在很多地方 包括今天的威地马拉等等地方 哥斯大利加这些地方呢 种植香蕉 也种植其他水果 主要供应给北美和欧洲 这些水果 它的力量如此之强 以至于它能建立 自己独立的生活区 雇用军队 甚至军队可以 捕杀那些闹事的 不合作的工人和工会领袖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 哥伦比亚官方历史上 没有存在太多的记录 但是很多人 民间都知道这样的故事 于是加夏尔马克思 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小说 根据他的一些亲属 他的叔叔呀 长辈呀 讲述的当时的回忆 人们说大约有三千人 可能被杀死了 但其实上 根据联合国美公司的记录 可能只有一百人左右 受伤或者是失踪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有 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我想它能像一个 隐喻一样的来展示 给我们看美国和拉丁美洲的 在某一个时期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加夏尔马克思 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 但是呢 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承诺的小说家 我们后面可能会稍作解释 承诺的这样的词 也是说 他愿意跟当时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思潮 把自己投身进去 为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做出他的贡献 于是呢 他跟古巴的 不久前去世的 古巴的领袖 费德尔卡斯罗 私交甚笃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与费德尔卡斯罗 在一起合影啊 聊天的 这些一个场景 上面是香蕉公司的 这个海报 加夏尔马克思 可能说过 他为什么要记录 这些故事呢 他说过 在这样一个 有很多灾难发生的 一个地方 如果你能把这些故事 坏的故事 厄运的故事 记录下来 那么他觉得小说家 能像一个驱魔人一样 让这些事情在 将来不会再重演 这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 一个承诺作家的使命 今天请客的主题 拉美血管怎样被美国切开 其实来自一本 风靡拉美近50年的名著 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故事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我们现在就来讲讲 为什么这个题目叫做 拉美被切开的血管 我是做拉丁美洲文化研究的 好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拉美人 这么爱用血管这个词 爱用切开的血管 这样的一个表达 这一切是来自于 这样的一个作家的 一部作品 就是乌拉圭的作家 是记者出身的作家 爱德华多·加兰亚诺的一部书 出版于1971年 就叫做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它这一部书出来之后 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到1984年 出版大概十来年之后 它在拉美各个国家 因为拉丁美洲 大部分国家使用西班牙语 巴西使用葡萄牙语 在很多国家都在版 71年首版 84年的时候 它已经在版了38次 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 当时的这个学生 尤其是跟佐伊斯朝 进步的学生 人手一册 都在读这本书 可以说它跟1967年 出版的《百年孤独》一样 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 那几本书 加兰亚语用这本书 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记录了很多历史的事件 一些经济史上的发展 其中最多的是 关于拉美发展的故事 或者说拉美想发展 却遭到了很多的扼杀 或者是排斥的 这样的厄运的故事 很多是关于美国的 当然最早是关于西班牙的 其次是关于英国的 之后是关于美国的 他把这些故事呢 记录在一起 他自己说是用爱情故事 和海盗小说的方式 把它们记录下来 来讲这首真实的历史 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 读书的时候 北大历史系是不会 选用这本书 当作它的历史系的教材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的文学性 是这么的强 但是在拉丁美洲 如果你想让普通的人 了解你地区的历史的话呢 他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让大家能够更亲和地 了解自己这个生活的土地 国家大陆的故事 他就是他写作 这本书的初衷 加拉雲呢 讲到了这本书里面 讲拉丁美洲的贫穷 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想首先讲一讲 拉丁美洲的问题 除了大家熟悉的拉丁美洲外 怎么还会有一个 听起来很陌生的 昂格鲁美洲 两个美洲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 差异和冲突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在美洲大陆上 有俩美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非常清楚地 显示出来 上面是美国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以南 或者说美国和墨西哥 之前的 逐渐的格兰德河 以南的地区 都被称作拉丁美洲 当然古巴塞 在那个地区被称为 加勒比地区 或者加勒比海地区 为什么会出现 两个不同的美洲呢 以及为什么 那个南半部分 叫拉丁美洲呢 美国 我们的称法 当然是 阿美利卡 用西班牙语来读的话 它其实是 整个美洲的名字 美利坚合众国 有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那拉丁美洲 这样的一个意识出现 是与美国和南部 整个的这个 次大陆之间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错综复杂的这种冲突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格兰德河以南 墨西哥以南这些国家 一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 它是渐渐地形成了 自己的一套 独特的文化意识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都是充当着一个 负面的促进的这样作用 在北面 我们知道是 安格鲁萨克逊人 首先到达了北美 所以呢 在史学上很多时候 把它称为安格鲁美洲 是以英国势力为范畴的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呢 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到这个地区的 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他们说的语言呢 叫做通俗拉丁语 因为原先他们都是 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罗马帝国的语言是拉丁文 所以呢 他们使用的西普语呢 都是属于拉丁语系 所以后来将其称为拉丁美洲 所以两者之间呢 有很多的文化渊源上的差异 大家知道 比如说西班牙有 浪漫的拉曼雀的骑士 唐吉何德 西班牙很多的 丰富的一些文化遗产 这种精神秉性 这种天主教的宗教信仰 跟安格鲁萨克逊人 英国的新教传统 是相当的不同的 比如说西班牙历史上 曾经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来论证一个哲学的 和神学的学历问题 那就是他们想论证 在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 到底属不属于人类 你现在觉得 可能很荒诞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问题却关系着国际法 以及你有没有资格 占据他人土地的问题 西班牙人的经验哲学家 花费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论证呢 他们是有人性的 所以你要尊重他们 而来自英国人 安格鲁萨克逊人呢 从来没有花费一天的时间 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们把自己变成 一个文明的开拓者 将印第安人 不断向西部驱逐 后来呢 大家知道 有很惨烈的屠杀事件发生 从来不构成一个问题 你可见这两个宗主国之间 就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异 而这个后面的差异呢 形成了拉丁美洲和美国的 之间的很多的误解冲突 局域和一系列的争端 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美国为何曾宣称 自己没有固定的边疆 而是不断地移动扩张的 美国又如何从墨西哥 攫取了多达 2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这个是我们看到 美国往南最近的部分 是墨西哥 但是是一个错综复杂的 历史变化的一个过程 大家我不知道 有没有去过美国 有没有到过加州 或者即便没去过 可能也听朋友们说过 加州很多地方呢 是说三种语言 中文的人也非常多 说英文当然是肯定了 还有就是说 西班牙语的人数 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服务业的人员 比如说 因为我会西班牙语 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挺喜欢跟 他们的服务业的人员 用西班牙语说话 比如说我去麦当劳的时候 我经常跟他们用 这个西班牙语点餐 这样的话呢 我能知道很多的 不同的组合优惠啊 买两个蛋挞 有很优惠的价格等等 所以呢 我的同学里面 留学生同学里面 只说英语的人就很嫉妒 表示呢 我跟这些底层移民 和从事劳务的这种 拉丁美洲移民呢 能够达成某种 更深层的理解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历史上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就是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 从德州开始 其实都是原先属于墨西哥的 在历史上有一个 非常惨烈的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美魔战争 它发生在这个 19世纪中期 1846年开始 美国直接侵入墨西哥本土 后来占领首都墨西哥城 废除了总统 签署了一个 瓜达路贝 一达尔哥条约 让墨西哥 割下了多少呢 是220多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那个时候的美国呢 原先的土地 就大大的扩张了 一跃成为 从东岸到西岸 这样一个横跨两洋的 巨大的一个国家 这是发生在 1849年左右的时候 美国占领了现在的 加州等等地区 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呢 因为美国的西部 加州地区发现了金矿 也就是那个时候 有大量中国南部的 广东的移民到美国去 到加利福那尼亚去 为了开采金矿 大家注意这个年份 1846年1849年 在这个年份之后 美国就在西部建了一个城 叫圣弗朗西斯科 也是今天的旧金山 建了旧金山之后的 几年之后呢 美国就派出了一支船队 由佩里将军担任 这个船队的领袖 横渡了太平洋 到哪儿呢 到了日本 于是1853年 发生佩里扣关事件 也就是黑船来航 日本现代史就开始了 美国在想什么呢 美国在想不断地 拓展它的边疆 从东部到西岸 以至于穿过整个太平洋 到太平洋的东岸 到东亚地区来 拓展它的实力 就在这个时间呢 在19世纪末 在1898年 美国有个历史学家 叫特纳 他在美国国家历史学会 的年会上呢 读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 叫做论 边疆在美国历史当中的意义 他是一个学者 但是这篇论文 确实很有政治影响力的 为什么呢 他提出了一个方法 叫做美国的边疆 是移动的边疆 美国没有固定的边疆 美国要不断地向西推进 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向西推进到哪些地方呢 推进到加州 甚至是太平洋地区 甚至是东亚地区等等 为什么美国有这样的权利呢 因为美国有一种天赋的命运 要文明开化这些地区 要不断地发展 于是在拉丁美洲 墨西哥地区 美魔战争就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 最初美国移动边疆的 一个试验场 这样的故事 在加拉雅诺所写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当中呢 可谓数不胜数 一百多年前 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 进而掌握运河主导权 美国采取了怎样的手段 煽动巴拿马到独立 最终从哥伦比亚分裂出来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我们看这幅地图 它是墨西哥 更往南的一个地区 巴拿马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巴拿马其实 去年刚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巴拿马为什么重要呢 南北美洲中间 有一个非常细长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非常的宝贵 因为有一些地理上的 一些理论告诉我们 南北美洲原来是分开的 后来因为地球运动呢 才渐渐地接上 这个接损的地区 最细的地区 就是巴拿马 19世纪 德国的一个博物学家 叫洪宝 游历非常广 到美洲的很多地方 他的脚步呢 遍及巴拿马地区 他提出巴拿马地区 有9个可以建设运河的地区 为什么运河这么重要 因为当时啊 世界上两个交通的枢纽 都是运河的形式 还都不存在 一个是苏利士运河 一个就是巴拿马运河 如果巴拿马一河开扫 当然从大西洋 台平洋之间的距离 要缩短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其中的经济利益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那么我们想说了 说巴拿马这个国家 为什么当时没想到集资 或者修建自己的运河呢 问题就来了 因为原先根本没有巴拿马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就属于加西尔 马尔克斯的祖国 哥伦比亚 当美国占领了墨西哥 大部分地区之后 渐渐地越来越趋向于到 这个中美洲的地匣的地区了 这个地区 当时很多拉美人士 都已经意识到 美国必然要控制这个战略要地 所以19世纪下半夜的时候 美英经过了很多磋商 因为英国当时的海军势力 还是非常强的 英国人不允许 美国人私自在别国土地上 开造一个运河 于是在1902年的时候 美国人发现 这个经济动力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有这个能力去修建运河了 因为运河会有 虐地等等非常恐怖的 对于工人来讲 或者开决者来讲 很多的困难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美英两国重新进行磋商 在哥伦比亚 这个地区实际的 领土的控制者 出局的情况下 两方 美英两方进行磋商 美国说呢 我来修建运河 但是呢 保证英国的充分的使用权 那么英国同意了 那这个时候 美国人才转脸过来 对哥伦比亚人说 你们是不是同意 我们修运河呀 同时我们一个条款 你让我永远享受 运河的所有的经营权和使用权 哥伦比亚人表示不同意 那么就在这段时间 在1904年的时候呢 美国做了一件事情 既然你不同意 那我就策动这个地区独立出来 把它变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我来跟这个地区 进行磋商和谈判 在那个时间 大家注意 二世纪初期的时候 美国首先是派了一艘军舰 到哥伦比亚友好访问 那么在军舰到访的第二天 这个地方 巴拿马地区就独立了 再隔一天 军舰阻挡哥伦比亚军队 到巴拿马海峡这个地区 地区 介入当地的事务 同时承认新独立的地区 于是巴拿马这个地区 为了修建运河 而创造了一个国家 这个是哥伦比亚人 永远的伤痛 在1914年 巴拿马运河开通 同时 美国人当然是享受 全部的利益和使用权 今天我们看到 这已经是巴拿马 新的一个船渣的 使用的情况了 好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这样的美洲的 不同地区的 与美国之间的冲突 以及历史严格上的 等种的问题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下一张 这张图 我们来讲讲 这样的一个美洲意识 是怎么在跟 美国的这样的 对垒当中而形成的 拉美幅员辽阔 物产丰富 可为何无法抵挡 来自美国的侵略 这背后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 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有一个常识的问题 美洲发现一共500年 但是它在前300年 都不叫拉丁美洲 西班牙人有其他称呼 比如说它有不同的 总督辖区 墨西哥就被称为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现在在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茜地区呢 被称为新格拉纳达 总督辖区 下面是阿根廷等地 是拉普拉塔总督辖区 它被不同的管理区块 所隔开 于是我们发现在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面 拉丁美洲一旦独立之后呢 它立刻就碎裂成 按照原先总督辖区的那些界线 碎成不同的部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本身 每个国家都相对的弱小 没有那么强的力量 你想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 它必须经历一个自然的 生长的发展的过程 比如说意识学家 钱穆先生讲 比如中国民族的发展呢 一定要经历一个 从北方到南方 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是在拉丁美洲呢 这个国家的疆界是一下子获得的 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的发展的经验 有一个证据 你看这幅地图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它的首都在哪 比如说最下面这个承受的国家 阿根廷 它的首都布宜诺斯阿里斯 就在它上面那个小小的国家 乌拉圭旁边 巴西也是这样 它的虽然的首都巴西利亚在中间 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呢 里约圣保罗是在它的沿海城市 它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都是这样 像秘鲁 安地斯山的秘鲁 也就是太平洋这岸的利马 也是在太平洋沿岸 所以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 都是善心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像一把折善一样 它的抓总的把手 首都最重要的地方 永远在沿海 它向内部展开 但是内部的管理的能力 却是相对的薄弱的 这样就是这些国家的特性 也就是面临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呢 如果不联合起来 恐怕很难与一个新兴的霸权国家 美国进行对抗 也无法与老牌的这样的国家 如英国进行斡旋 比如说拉丁美洲发生过很多的 它的血管被切开 这个血管和鲜血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 拉丁美洲很多国家 是非常富于贵金属的 或其他的重要的矿藏的 比如说在智利 在十九世纪 曾经消失 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工业的要素 而消失这个地方呢 恰恰是在智利 秘鲁和波利维亚三国之间的地方 被发现 于是就发生了消失战争 太平洋战争 波利维亚原先是有出海口的 在消失战争之后 因为它战败 所以它的出海口和海岸地区 被秘鲁和智利瓜分 波利维亚没有出海口 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 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再看 后来在南美历史上 曾经在南美出现一个强国 就是巴拉圭 曾经也是有巴拉圭海的 有出海口 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但是就因为 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呢 为英帝国所不喜欢 因为那个时候 英帝国刚刚失去了自己在北美的 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 它的一些利益 它希望把自己的棉花种植 转到南美洲来 所以它相中了巴拉圭 阿根廷这些地区 它希望这些地区变成一个 外向型的 提供自己的棉花生产的 这样的一个产地 于是呢 在英国策略下 巴西和阿根廷 联合乌拉圭 打击巴拉圭 瓜分了它的很多领土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跟资源 跟发展的鲜血 结合在一起的 这也是 加拿亚诺写作这本书的时候 它本来的一个意图 从曾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到把拉美视为自家后院的美国 不断牵列拉美 在反抗的过程中 拉美自我意识 又是怎样觉醒的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正是在与这些 英国 美国 世界强权斗争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了 在文化队列当中 拉丁美洲这个词被提出来了 我们说过前三百年 它是有其他的称谓 比如说西班牙 把它叫做西印度也好 等等等等 或者当然就是 德国人会把它称为美洲了 但是在这个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后上半期的时候 首先是一个法国人 叫谢瓦利埃 他在1836年提出了说 既然南美洲 包括墨西哥等地 代表了一种南欧的气质和精神 应该把这个地方称为拉丁美洲 他是有私心的 因为法国人认为 自己是十九世纪 全世界拉丁性 法国文化特性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希望这个地区 被称为拉丁美洲 后来呢 与法国关系密切的一些知识分子 比如哥伦比亚的诗人 叫卡伊赛多 他在1856年写了一首长诗 叫《两个美洲》 表示拉丁美洲的精神与美国不同 其中他谴责说 美洲的合众国忘记了正义和责任 而拉丁美洲面对着 萨克逊人这个死敌 正威胁着拉美的自由 撕毁他们的旗帜 这样是一个拉丁美洲概念 提出的一个背景 在1900年这样一个 特别的年份里 有一个乌拉圭的思想家 叫罗多 他写了一篇长文 给他的青年学生 叫做艾利尔 艾利尔是沙士比亚一个名剧 暴风雨当中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海岛精灵 在这个剧当中呢 还有一个海岛的 粗比的原始人叫卡利班 他用这两个人物 做了一个比方 他说重实力 物质欲望的北美人 美国人 就是那个粗比的卡利班 而我们拉美人呢 不那么讲究实力 不寻求马上的获胜 我们坚持的是一种 战时的失败者的哲学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 高贵的精神性和神圣性 他用这个两个隐喻 来表达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艾利尔他这篇长文 也就成为二世纪上半叶的 拉美精神的一个集中的代表 当然在这个时刻 这个概念还只是被提出来 拉丁美洲的国家呢 还没有那么强大 像我们刚才所说 在很多情况下 没有能力与其他的强国 进行斡旋交涉 处于一种发展的鲜血 向外流逸的状态 直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那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全球发生了很大的 重要的一个事件 但是在拉丁美洲 发生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 全球六十年代的开始 那就是发生在 1959年的 胜利的古巴革命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古巴革命的领袖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概念 在这幅著名的历史照片上 出现了费德尔卡斯罗 他的首领 也就是在2016年 刚刚去世的一个世纪老人 卡斯罗长期执政古巴 是古巴革命的领袖 克林顿总统说过一句话说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 你已经成为古巴革命的领袖 成为古巴的领导人 我当了总统的时候 你还是古巴的领导人 我跟你谈判 跟你见面 我其实是你的一个 非常尊重你的人 后来我退休了 不再是美国总统 你还是古巴领导人 是一个见证了 20世纪发展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还有他的弟弟 劳尔卡斯罗 他后来也担任过 古共中央的主席 那么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切戈瓦拉 古巴革命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 大家觉得 人类社会到了 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 很多新的先进的武器技术 已经发生 已经发明出来 这个时候 恐怕不会出现一个 那么有浪漫色彩的 在马背上成功的革命了 但是古巴革命 颠覆了这样的一个构想 因为它面对着一个 美军装备的 一个独裁政府的军队 巴蒂斯塔 独裁政府的军队 古巴的起义者 先从它的 东部的山区 东部的山区出发 后来一路向西 占领哈马那 解放了古巴 真正完成了 这个西半球的第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所以被认为是 在20世纪人历史上 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 是全球60年代的 一个标志 古巴革命是一个 非常有想象力的革命 比如说 旁边这张海报 是古巴当时革命之后的 一个自己独立的电影工业 在古巴革命之前 古巴人大师是看好莱坞电影的 比如说 如果你熟悉一个好莱坞电影 《教父》 《教父2》 第二部里面 你就会知道 革命前的古巴 哈马那是一个 什么样的景象 它基本是一个 美国的后院 美国人度假的一个地方 充满了赌场 甚至妓女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在古巴革命之后 古巴创造了一个 它自己的 独特的革命文化 而且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 就是它要向拉丁美洲 各个国家宣布 我们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我们有选择跟美国 不一样的经济模式的能力 于是它呼唤着一种 拉丁美洲的 一体化的一种想法 一种思潮 也是一种实践 所以我们说 在19世纪提出的 那个拉丁美洲的词 直到20世纪60年代 才在古巴革命 和它激发下的 一系列事件上而成功 而凸显出来 但是这个过程 遭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 我用这样一个词 叫做且战且败 且败且战 来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 通过中情局解密档案 能发现美国在拉美 曾制造了多少惨案 在美国中情局的授意下 切割瓦拉 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这个过程遭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 我用这样一个词 叫做且战且败 且败且战 来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这幅图 它是根据已经解码的CIA档案 我们知道CIA会按照它的规章制度 在60年50年的一个期限的时候 会解码出它以前的秘密档案 但是这份秘密档案 你通过一些数据库可以下载 但是很多关键的词会真的涂黑 让你无法知道当时的参与者 或者是实际的一些目标 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这些解码档案 而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 制造了一系列的军事干预 或者是秘密行动 来涉入到拉丁美洲的 自己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 拉丁美洲曾经出现过三个国家 他们都希望走一种社会主义的道路 哪三个国家呢 是古巴 智利和尼加拉瓜 这三个国家 但是呢 美国都不同程度地 涉入到这些国家 比如说智利的故事就更加惨烈 我们到后面再讲 在古巴我们知道 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珠湾登陆 或者吉隆滩登陆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新政权成立之初 美国就策动流亡者 反攻这个古巴岛 当时古巴呢 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和国际的支援 打败了美国武装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入侵的流亡者的部队 后来又有一系列的动议 比如说暗杀卡斯罗等等 甚至后来还有就是 向卡斯罗的饮料里面 投掷一种脱毛发剂 让卡斯罗失去他的胡子 因为所有的革命者都是大胡子 胡子是一个古巴革命 非常重要的标志 CIA认为胡子消失之后呢 卡斯罗也会相应地 失去他的民众支持 当然只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 有解密证实的 有没证实的 好 但是这些事件 这幅图上事件 基本属于真实的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拉丁美洲还是且战且行 进行自己的实践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之一 切格瓦拉 在古巴革命胜利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关键的是经济基础的问题 古巴吸引了很多的知识分子 包括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 萨特和布夫瓦 他们在胜利之后的不久 就到访哈瓦那 卡斯罗和切格瓦拉 都迎接着两位重要的 欧洲知识分子 格瓦拉曾经掏出自己的雪茄烟 大家知道雪茄是古巴重要的 一个产品 递烟给萨特 点燃了雪茄烟 同时很感慨地问萨特说 请看我手里的雪茄 除了里面的烟丝以外 包装纸 包装盒 套烟上的金属圈 我手里的打火机 没有一样是古巴生产的 古巴只能生产里面的烟丝 最最初级的初级产品 这是古巴一个处境 所以萨特在考察了古巴之后 他就发现 鉴于古巴只有烟草和蔗糖 也就是甘蔗 这几个支柱产业 那么恐怕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你只能在这个旧地上进行发展吧 没办法 这是一个导国经济的一个局限 也是拉美长期发展历史的一个现状 就是你长期处在一个经济依附的状态 你没有完整的产业链 你无法出品自己的制成品 满足自己的国内市场 你只能依赖海外的经济资源 与它进行贸易 提供你其他产业链 所不具备的一些环节 这是一个第三世界非常典型的状况 尤其是拉丁美洲最典型的状况 这也是它的血液不断流失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于是格瓦拉在革命政府 工作了好多职位之后 比如说古巴的中央银行的行长 或者是古巴的宣传机构的负责人 甚至古巴勤购机构的负责人 担任所有的职务之后 他发现自己必须要 做一项重大的使命 就是把古巴革命向美洲去输出 让其他地方呢 跟古巴结成这样的经济结合体 之后突破这种经济依附的状态 这是他出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首先到非洲的刚果 接入到刚果的斗争 之后又到美洲的玻利维亚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失去了出海口的那个南美洲最中间的 像心脏一样的国家进行游击战 这是格瓦拉的一个选择 背后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原因 我们现在今天可以反思 或者质疑他的选择和行动 但是你却不能忽视 他背后的那个最根本的经济动力 他代表了一种拉丁美洲的摆脱衣服 寻求自己的不再失血的 这样一个状态的选择 但是这样一个选择 终止于1967年 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被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 之后很快地在CIA的受益下枪杀 这是他当时死时的一个场景 后来他的照片很快通过全球的媒体 在很多地方被发行 被翻拍 人们将他比作耶稣基督下架之后的场景 把他当作美洲的解放者 后面很多人想诋毁他的这些 比如他的反美主义 诋毁他的拉美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构想 他的游击战战争 但是比如说波里维亚人民 是真正的怀念他的 他的游击队经过的地方呢 与当地的很多农民有过接触 很多人至今回忆他的时候 都是满怀深情的 比如说格瓦拉的部队 当时非常的缺水 必要的补给品 那些农民往往会问他说 你们要去下一站去哪 他就说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这句话重复过很多遍 所以那些当地农民的老人 回忆去他来的时候呢 就会用点失忆的语言说 切戈瓦拉去哪了 切戈瓦拉去游水的地方了 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 每当露水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想 原来切戈瓦拉就在那 对他们来讲 切戈瓦拉是一个神话 是一个关于拉丁美洲 自觉的解放的这样的一个神话 也是拉美最丰厚的一个遗产之一 这张图就是他最后所埋葬的地方 圣克拉拉的他的墓园 但是他的墓园却是分几次安葬的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1967年 他的遗体并没有被返回到 他的战斗的祖国古巴 虽然他本人是出生在阿根廷 当时CIA和波利亚政府军 切到了他两只手 因为手上有指纹 足以向世界媒体证明 我们杀了真的戈瓦拉 不然就会有无数的传闻出来说 你们根本没有能力消灭这个游击英雄 这双手被送回了古巴 首先在放置在山达克拉拉 他解放的这个古巴的城市 后来直到1997年 他的遗体才在波利亚的一个机场下面 被重新发现 最重要的证据是 那是一双没有手的尸骨 于是在全球利润的怀念的过程里 声浪当中 他的尸体终于被运回到古巴 他的这种精神的祖国 与手和平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挫折的 拉丁美洲独立和解放的故事 1973年 美国曾制造了怎样的911事件 智利时任总统阿林德 为何会成为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对头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这是我所讲的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实践的代表人物 也就是智利总统阿林德 与古巴革命不同 智利是一个通过民主方式 而确立社会主义路线的 或者说和平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它是一个20世纪特别宝贵的一个财富 它是某种新的实验的形式 但是这样一个国家 是被美国或者是国际的垄断资本力量 所不允许的 阿林德在通过民选和几次大选的这种过程里面 在1970年的时候 刚刚登上这个总统的位置 这时候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首先要把智利的一个重大的矿产 就是铜矿 智利的铜矿是全球非常关键的一个储备 而且它的优势是有很多是表层露天铜矿 这是在很多地方 不具备这个优势的 那么美国在1927年 就已经全部涨过了智利铜矿的90% 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那么从1911年 美国刚介入智利铜矿生产 到1970年 阿联德登上政治舞台之前 美国在智利这个国家的铜矿 攫取了多少资源呢 108亿美元 那么它在铜矿里面 给智利投资多少呢 300多万美元 是非常不合比例的一个情况 于是呢 智利人是长期不满于这个情况的 阿联德登上政府之后呢 他做了一个事件事 逐渐把每个几个美国 矿业大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 这件事情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 但实际上直到今天 智利政府很大的收入 特别是那些社保 教育 这些重要的民生的产业的支出 全是来自于它国有化的铜矿的产业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功绩 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在这个时间被确立下来 当然一系列的国有化 已经让那些 依附于美国经济的一些国内的 高级的知识分子呀 一些工程师啊 感到害怕 他们在美国早有资产 于是就纷纷逃离国家 到美国去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当时 一个管理层真空的一个状况 工人当然被提拔上来去管理企业 但是大家不具有管理的能力 或者是这方面的经验 正在这个情况下 阿联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味的事 做了什么事呢 开发互联网 大家觉得很吃惊 互联网不是从美洲和加州开始了吗 但是在那个时刻 70年代 全球很多地方都是开发互联网 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的热潮 阿联德开始了一系列的自己的研发 在197年的时候 已经初步见成效 在智利的总统府 莫尼达宫里面 有一个非常科幻的一个控制厅 在这个作战室或者操作室里面 有七把椅子 他通过看他一个数据屏 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业生产 社会生活 营销各方面的情况 从这个控制厅里面 做出一个去中心化的 相对科学的 以控制问基础的 一个大数据式的分析 这样一份特别有意味的试验 这样的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一方面是技术的乌托邦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的乌托邦 结合在一起 本来是可以产生一些 非常有意外的一些成就 成为人类共通的一些遗产 但是在1973年的911 911这天经常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在美国911之前 还发生过智利圣地亚哥的911 美国无法接触 在南美洲出现一个 像古巴那样的 与它的经济发展政策 完全不符的一个国家 尤其像智利这样一个 富含矿业资源的国家 是很危险的 于是呢 这一天 美国策动智利的军方 轰炸了总统府 控制了军队 控制了那些 支持阿联德竞选的 市民和支持分子 官方说 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 但是民间认为呢 可能上万人 更真实的是 有十几万人的人到海外流亡 很多人是参加过 阿联德这样的 试验的知识分子 于是这个拉丁美洲的 去依附的实践 又失败了 这是智利的例子 我们看到左边这幅照片 是阿联德在最后那个时刻 他发表了一通演讲 告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 表示他将忠于职守 当时他的亲人 还不知道忠于职守的意味是什么 只以为他是要坚持在总统府 坚守阵地 最后才撤离 但实际呢 他在走出这扇门之后 殉职 一身殉职在总统府的门前 所以连他的敌人 最极端的右派和新自由主义者 也不得不承认 阿联德是一个充满着信义的 和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军选领袖 美国为了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曾使用了哪些新闻战舆论战的手段 而查韦斯又曾采取了怎样针锋相对的策略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大家对这张面孔有没有一些概念 它是也是不久前去世的 新一代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查韦斯是军人出身 你可以看到 他原先是在部队有很高的影响力 后来通过选举方法 登上了总统的位置 开始他的一系列实践 委内瑞拉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 主要分布在他的马拉开波湖 用这些放一份石油资源 查韦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将这份巨大的收入 有条件支付转移 这是一个经济的术语 它意味着让原先那些 比如说从事家庭劳动的家庭妇女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收入 这样会保证妇女的独立 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先社会受排斥的一些部门 如原住民 印第安人 他们也可以拿到一些自己的补偿和保障 在民生和减贫方面有很突出的成就 当然查韦斯是一个 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富于争议 在某些经济学的眼光看来 但是无疑他对拉丁美洲的这种进步事业和民生的发展 是有重大的贡献的 这是有目共睹的 连美国的领导人都很尊重他 比如说他与奥巴马会面的时候 就送给了奥巴马一本书 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查韦斯认为 美国人一定要了解拉丁美洲 那么从这本书开始 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去阅读这本书 这个时候 21世纪所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六七十年代又不同 不光美国对拉美的渗入 可以通过军事干预 或者像智利那样 阿林德在执政的几年 美国后来的CIA的负责人科尔比 他就坦诚地说 CIA在智利进行的秘密活动 花费了800多万美金 为了将 为了将阿林德移除 移下这个总统的宝座 那么在 新世纪 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 于是 在韦斯认亚历史上 21世纪之后 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件 在2002年 这一年呢 发生了很大的反对派的游行 主要是一些中产阶级啊 或者是一些高级的劳工等等等等 他们认为查韦斯的 有条件支付转移 给了底层太多利益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分配 于是有很多反对查韦斯的游行 在这过程里面 发生了一些武装的冲突 立刻在国家的私营媒体上呢 就报道了很多政府在街头杀害市民的 这样的一些剪辑过的伪造的视频 事后证明 那些倒地的人与政府军的位置 完全不是出现在同一条街上 他们完全是通过电视片剪辑的方式而完成的 然而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很快通过CNN 美国的电视网 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 BBC等等一些渠道 在全世界流通 已经告诉人们 查韦斯斯 犯下了杀害平民的这样的罪行 后来军方再出现一些反对势力 将查韦斯控制在加勒比的一个海岛上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支持者开始是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的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只能在家里打开电视机 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维尼拉人民那时候也不用微信 只能看电视 看到这个情况呢 你也无从判断 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呢 查韦斯因为跟首都的平民区的 有很多的互动 有一种布里瓦尔小组 是他的基层的支持者 站出来呢 为人们提供信息 还有国际上的一些呼吁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查韦斯是军方出身 所以有很多部队的支持者 将他重新从这个小岛解放出来 这件事情 2002年的这起政变 被称为全世界第一起媒体政变 因为它主要是由私营媒体而完成的 再由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媒体 全球垄断媒体而控制起来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严峻的 在查韦斯看来 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启示 为什么呢 在委内瑞拉或者是哥伦比亚这些地方 国家其实并不生产那么多的电视节目 并不生产那么多的本土的电视节目 他们的70%电视节目 是来自美国制作的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 所以说整个舆论环境和传媒环境 不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的 于是查韦斯选择一个方法 就是与阿根廷几个国家合作 自己建立一个电视台 叫做南方电视台 从新世纪呢 一直在不断播出自己代表他的声音的 或者代表他的民众的声音的 这样的一个另类的一个选择的传媒 我们看到他从99年开始 自己还主持了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你好总统先生 每个周末呢 都跟不同的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演播厅一样 与他的这种支持者 或者是当然也有争议者 一起来辩论讨论 提出一些治国的想法 或者是他对国家发展的一些设想 我们看到传媒的对抗 在新世纪成为一个特别关键的新领域 而查维斯的南方电视台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 一直用黑布蒙着脸的神秘副司令马克思 如何成为拉美反抗美国侵略的新偶像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在墨西哥 我们出现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在1994年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协定签署之后 北美自由贸易区关系的三个国家 加拿大 美国和墨西哥 形成自贸区之后 当然墨西哥会有一些 与美国之间的进出口 关税便利的条件 但同时墨西哥也在很多地方 被沦为廉价的外包加工业的 一个生产地区 比如说墨西哥边境和美国边境 现在变得非常的不安全 新世界以来发生过很多残害妇女的事件 很多凶手都没有找到 这是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 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的 新的运作模式之下 在1994年的1月1号 墨西哥南方的恰帕斯州 最接近中美中的地方 出现了一支新的游击队 他的游击队的领袖 他自己并不这样称呼自己 或者说代言人 他的意见的主要的发表者 被自称为副司令马克思 也就是图片上我们看到的 这位骑在马上的蒙面骑士 他的一些文集已经被发表出来 富士令马克思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他既是一位游击队的领袖 但是同时他是一个出色的网络的作家 他在墨西哥南方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 给我们讲述全球经济结构一些问题 被普通墨西哥人不了解的问题 他经常用一个小学色 叫做小甲虫Dolido 这样的一个小甲虫 来讲述全球经济的故事 比如说告诉我们 很多人因为收入低下 而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消费者 所以跌出了全球消费版图 他对全球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 当然他还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等等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深刻的反思 他的斗争形式是什么呢 斗争形式是写一部侦探小说 来告诉墨西哥人 整个里的国家 或者拉丁美洲的经济状况如何 这是一个新世界的 另外的一种抵抗和 表达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 是非常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一种方式 从餐桌上的厄瓜多尔白虾 墨西哥牛油果 到新能源必须的金属资源 拉美离我们越来越近 那么它反抗美国的历史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通过我刚才的讲述 大家可以发现 拉丁美洲是这样一个 充满着战斗 和捍卫自己权力的 自己民族意识的这样一个地区 有很多的关于抵抗的 自己选择的丰富的遗产 当然它也是一个不断 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 宝贵的能源财产 可能处于流血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 较为薄弱的地区 在这样一个地区呢 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有很多的启示 首先是这个地区 虽然是全球离我们最远的 一个地区 在远在地球的另一边 有人说呢 如果地球打个洞 那边你就会到达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萨利斯 或者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但是今天中国离 拉丁美洲已经不再遥远 我不知道你家里的餐桌上 会不会出现智利的红酒 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 你的父母订购来自 厄瓜多尔的白虾 或者是吃到来自 墨西哥的厄梨 在前些年我们完全不知道 厄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植物 但实际上呢 它已经进入我们的餐桌 是你吃沙拉的时候 可能必备的一个原料 它其实也是来自 拉丁美洲这个 富含农业资源的地区 中国今天呢 对这个地区而言 已经变成了重要的 一个合作伙伴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投资者 基础设施建设者 一个文化的交流者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原先 拉丁美洲很多历史上 很多的思考 思想 著作 就像刚才所说的 都是讨论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未来的十年 我相信 会有很多拉丁美洲人 开始思考 它跟中国的关系 那么再度各位 将来很可能 说不定 就会与拉丁美洲 发生这样的新的关系 我来举个最新的例子吧 在2016年 我到了阿根廷的西北部 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去看它的一个 重要的矿产资源的产地 它的两个经济上最差的省 叫做萨尔塔和胡胡尔 这两个省 这两个省富含盐田 大面的盐田 被号称是世界上最平的地区 盐田里有一个什么样的 重要的金属资源呢 就是锂 锂电池的锂 储备能源和电能 最关键的一个金属 以备证明是最有效的金属 它与全球的一个什么工业 息息相关呢 就是新能源汽车 所以有人说 锂会成为21世纪的石油 会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是一种发展的选择 比如说 美国也在不断地发展 它的新能源汽车 中国也是 日本也一样 大家都在 发展的新能源的设备同时呢 需要它的锂资源 而全球锂资源最方便的开采方式呢 就是盐湖里 而90%的盐湖里 都储备在南美里三角 也就是阿根廷 智利和波利维亚交接的这个地方 都以盐湖的形式而存在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契机 那么拉丁美洲市 重新走开它 被切开的血管道路呢 还是能有新的不同的尝试 因为我在当地遇到了 来自日本 Toyota公司的投资者 他们对李资源也很感兴趣 我还遇到了中国的 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投资者 他们也在调查 寻求把自己的这种产业链 做得更加完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和拉丁美洲之间 能不能形成一种 更良性的一种关系 能不能真正地形成 连带式的发展 历史当然很重要 但是历史就像 加西尔·马克斯所说的 把那些不好的事情记下来 设备得像一个驱魔人一样 让这些悲剧不再重演 那么至少我们了解一些故事 可以让那些悲剧不再重演 甚至去构想出一些 更有希望的未来 谢谢大家 在本期清课主讲人 魏然的心目中 哪一位拉美风云人物 最值得我们关注 又有哪些关于拉美的著作 值得我们深入阅读 而美国殖民拉美 还能带给我们 怎样的借鉴和启示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文化研究学者 魏然 为你详细破解 美国如何切开 拉丁美洲的血管 敬请关注 老二您好 请问在拉丁美洲 反抗美国殖民过程中 我们知道涌现出了 切格瓦拉 阿联德 卡斯特罗 查韦斯 这些风云人物 您最亲辈谁 谁留下的精神遺产 值得我们学习 继承 我想可能 不会有另外一个选择 当然是切格瓦拉 因为按照萨特的说法 切格瓦拉是20世纪的 最完美的人 因为首先他很帅 大家可能都是严控 他代表了一种 特别有价值的 一种青春的精神 他不轻易地苟合 不跟世界秩序当时的环境 各方面 轻易地达成一个协议 他有着一种 不断探索的一种精神 实际上跟我们现在 心心相惜 因为切格瓦拉 是一个出生自 阿根廷的年轻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 是学医的 通过一个偶然机会 毕业旅行 他有两次撞游 游历了拉丁美洲很多地方 通过他的亲身感受 知道这个世界需要变化 后来遇到卡斯罗之后 经过这个气息 获得了古巴革命当中 领袖的这个位置 但是他却没有安于这个位置 他不断挑战了这个位置 因为他不希望成为 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的 古巴的官员 而是成为一种 推动全世界的年轻人 去设想 我们还有没有一种 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在他那个时代 他的选择是拿起枪 去做一个游击战士 他带领他的战友们 同行到了玻利维亚 虽然他失败了 但是因为他的失败 而显得他的可能性 几乎是无穷的 引起我们无穷的遐想 所以他的这种文化的 象征意义 恐怕已经超过了 他在短暂的39岁当中 所做的一些具体的 一些事情 他留给了全世界人民 一个不朽的青春形象 他的这张著名的照片 是由古巴摄影师 科尔达拍摄的 这张著名的照片 一双愤怒的双眼 去看着世界 今天我们还能在 很多地方 T恤上 马克杯上 看到切格瓦拉的形象 当然 他有的时候只是 城市的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 欧美的中产阶级 消费的一个对象 但是即便是这样 格瓦拉的形象 他的那个对世界 很多不公平 不平等的现象 感到愤怒的那种情绪 仍然会感染你 格瓦拉说 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让我们承认吧 冒着被嘲笑的风险承认吧 鼓励一个 共产指引者 去战斗的精神 施爱 他还说 对他的子女而言说 如果有一天 你听到远方的 不义的事情 不道德的事情 而不会愤怒地 发抖的话 你就不会做我的子女 格瓦拉还有这样的名言 叫做 做理想主义者 行不可能之事 这样是一个 我觉得这句话 是一个六十年代 非常重要的 一个总结和象征 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放弃那些 你表面上看起来 或者周围人认为 不可达到的目标 坚持那个目标 但是却做非常具体而微的 可操作的事情 期望着达到的一个目标 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动力 这是当代我们 非常需要的 重新找回的一种 切割瓦拉式的精神 老师您好 您今天给我们讲解的是 美国怎样切开拉美的血管 那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有怎样的借鉴和启示呢 谢谢你的问题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呢 对中国来讲 有很多的 非常急需解决和讨论的问题呢 通过你的问题可以引出来 首先我想 面临拉丁美洲的这样一个 整体的500年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除了真正走向文化自觉 走向摆脱衣服的道路 恐怕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选择 给我们 也要不断地像 拉丁美洲历史上那些重要的 刚才所说的风云人物一样 去走一条 最符合你自己的道路 这是要付出很多代价 很努力的 也是将来会成为一个 我们值得交的财产的 一个事情 再者有另外一条 拉丁美洲英国受过很多的 殖民主义的 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侵害 或者这样血泪的历史 它在某一方面是非常地敏感 所以当今日中国走向 拉丁美洲的时候 在通过某些个别的事件 一些像美国学者 或者一些拉丁美洲内部的 有其他的用心的学者 他们会提出一些新的名词 比如他们会说 原来中国跟美国 和过去的英国也不过一样 他们是一种新衣服的关系 等等等等 他们只想要中拉丁美洲的 最初级的初级产品 来获取拉丁美洲的发展的鲜血 这是不公平的贸易 或者不公平的发展结构等等 那么拉丁美洲的这个经验 会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历史 更好的了解别人的 感知世界的方式 他们构想自己的身份的方式 更加尊重他们 从而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不同于过去殖民主义 或者帝国主义的 以美国的方式 去沟通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是促使另外一个国家发展 这样的粗暴的形式 而真正达到文化上的互知互见 这个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联互通 最后达到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对中国未来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谢谢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